看似废弃物的槟榔叶 透过巧思也能够成为精美的扇子 屏东六堆唯一可加聚落 而其附近到处种植槟榔树 但多数人都只知道槟榔纸可以运用 却忽略了原来槟榔的叶子 也是可以加工美化的作品 因此由艺术家潘雪华老师 带领30位工作者一同创作槟榔扇 我们都知道说屏东的地区就是槟榔树很多 但是槟榔的话 大家可能就是会觉得有一种很不好的一个观感 就会觉得说 大家觉得那个男孩子讲槟榔的时候 就是非常的难看 但是那个老师就有一些30几位的创作者 他们就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槟榔的这个意思 把它导正为就是很好的一种题材 然后就经由老师 就30几位老师 他们就创作 他们就绞尽脑汁 把这些说 我是不是能够把这些槟榔的那个叶子 把它取下来 然后我们是不是来做成一把扇子 就老师他们就工作的创作者 他们就是这样子 把它就是让人家有这一点的那个改观 对槟榔的一个改观 那我们真的也是想不到说老师这么的 反正就是他们的非常的有那个巧思 所以他们的那个制作过程 其实也是很不简单 其实我看到老师在制作的这个过程 我们会想说 一只的扇子我们拿起来就三会觉得说 很舒服 但是他制作的过程 我们会觉得说 哇 这些工作者真的是很不简单 就真的那个你两个钟头三个钟头 他制作的过程说不定还是做不完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也是很 很知道说老师他们的那个 这些的艺术家 他们有高度的那个巧思 所以这一次的展出 我觉得美学馆很用心 为了让更多民众可以欣赏冰南上的艺术 一窥冰南上的制作流程 台南生活美学馆也展出精美冰南上作品 让民众除了认识槟榔之外 也能知道槟榔叶回收利用 暂期直到10月29号 欢迎民众前往台南生活美学馆欣赏 发现新闻杨志冲 台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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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